我分享的題目是《學一》 今天我分享的題目是《合一》 而今天分享的《英文》 今天需要分享的題目 在程序表裡面 就全部打在一個方式上面 如果一陣子講廣東話的題目 可以用廣東話來讀 等一下講廣東話來讀準備 可以用廣東話來讀 而普通話的題目就是請你用廣東話來讀 來講廣東話來讀 可以用廣東話來讀 歐龍在《義國》所書曾經提過 包括在《義國》所書曾經提過 他說之前無論是聖殿 或者是猶太人的律法 其實就好像是一棟牆一樣 其實就好像是一棟牆一樣 因為這棟牆就隔阻了猶太人 和外國人 因為這個講廣東話來讀 因為當時人和人之間有數的欺騙 因為當時我們有很多的疾壓 也有很多的瘋狂言 有很多的不信任 也有很多的報復在他們當中 他們當中就好像形成一棟一棟的牆一樣 他們之間好像形成了一棟一棟牆一樣 但是這棟牆呢 就是這棟牆呢 就是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就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而打破了 就打破了 請大家一起讀 我們一起讀 我們一起讀 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基督十字架上 便有人遇充 便即著十字架 使兩架揮免衝 與神不夠留靈 而且人與人 並到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contenison 所謂對酒 令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與神合遇充 所謂的緣故 使我们能够跟神跟人都能够和好 在分钟唱证之前 我想听大家跟我一起低头做的谈告 在分钟星期之前 我想大家一起来一种做个谈告 亲爱的天上的爸爸亲爱的学书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第一姐妹有平安的胸部 感谢你给第一姐妹平安的胸部 有健康的身体 和健康的身体 回到神的家 和第一姐妹一起的很敬拜 跟第一姐妹一起来敬拜你 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要说你的福音 求主要说你的保险 遮盖教会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可以靠圣灵 我们都祈求圣灵 和不要的来临近乎中 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都动功 神的根本还在面临那样子 神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 考虑几个称职人 求你自己亲自的 和不要的来临近乎 向每一位弟兄姐妹 伤而愿动功 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功 求主要掌管无人的后 求主要掌管无人的后 愿遍我所传说的一切为 愿我所传讲的一切的话语 都有神的的答应 都有神的你的待应 和有你的减许 有你的应许 以广场 来讲出来 我觉得这些人好 同家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仇 得圣的名仇 荒谷 我今天也是想分享的经文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是在延福所书的四章一到十节 在延福所书的第四章一到十节 请普通话的第一次会读单节 请讲普通话的第一次会读单节 普通话的第一次会读双节 讲普通话的第一次会读双节 如果轮到的话就请大家证明 如果大家已经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一番节 我为准备困的愿意 基于同情 行使为人做光源同情的恩生情 皇室谦虚 温柔 仁慨 用爱心互相宽容 荣耀用美主之愿乐 牵力保守生命所致 合而为一的生 生子也只有一个 圣女也只有一个 正如你的文章 总有一个主外 一主一宋一世一神 多重一宋一世一神 一神这只众人的父母 擦出众人之上 幻无众的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各有无因 都写着基督所留得各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 深圳二十高天的时候 五日而处理 将非要的恩赐赏离人 基数星上尚 你不死失望尚在地上 那这样下来 就是人生出天之上 要充满光明的 他所存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存福音的 有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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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乘除圣父 各建起子 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英格书书的第一章开箭的时候 在彼佛所录第一章开箭的时候 就清楚指出神对人有一个周常的恩赐 神对人有一个周常的恩赐 而且古来我们回到神这个周常的恩赐 而且鼓励我们回到神这个周常的恩赐 以基督为援手 而且成为基督的身体 而在第二章呢 在第二章呢 就提到我们的神呢 设立了一个德能救赎的社会 就是说神设立一个德能救赎的社会 当时呢 神的牵求犹太人 和外方人呢 要联合起呢 当时神的要求犹太人和外方人 要联合起来 成为一个属灵的困体 成为一个属灵的主机 而第三章呢 主要是讲德行的 主要是讲德行的 讲神的奉悲 讲神的奉力 能力 能力 和旨意 和旨意 而且指出神呢 是有足够的能力呢 去成就这一切 而且指出神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这一切的 而第三章 第四章 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当中提到呢 当中提到 我们是蒙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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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 憑自己的恩典 就是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行为 才能够成为神的恩典 才能够成为神的恩典 而且可以进入神的圆典 而且能够进入神的圆典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是值得跨过的 也没有什么是可以骄傲 保罗在这里提出呢 但保罗就在这里提出 我们要谦卑 要谦卑 要温柔 要彼此的去扶持 要彼此的去扶持 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 合理唯一的心 要决定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 合理唯一的心 揭力是什么意思呢 揭力就是 保护圣灵所赐给我们 合理唯一的心 其实很多时候 教会的不合理 大部分的原因可能都是非贵的 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人生里面那种不同的价值 人心里面那种普通的价值方 你和我的价值方都不一样 你跟我的价值方都不一样 可能因为我们吃了的背景 可能我们的成长的背景 或者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观念有关 或者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观念有关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说身体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 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所跟随的圣灵 我们所跟随的圣灵 也只有一个 也只有一个 就当我们同照信主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同一个圣灵 我们都是有同一个指望 其实就是一张清楚地说到 就是在第一张的时候 也要很清楚地讲一道 就是我们要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一同得到 父神的残念 就是我们要跟神的儿子 你跟我都是一样 你跟我都一样 有一主 有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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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我们的这个群体 我们的这个团体 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从来都不是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兴趣 或者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或者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或者是有同一样的意见 或者有同样的意见 而走在一起 我们是被天外或者恩典 我们是被土的爱或者恩典 所吸引 而走在一起的 而走在一起的 既然我们有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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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又怎样呢 这样是不会阻断我们一起去羡慕我们的神 就是不能够阻拦我们 而一起来侍奉神的 当初我们因为被神的爱 当初我们是因为被神的爱 或者被圣灵的感动 或者被圣灵的感动 而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誉 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们拥有同一个信仰 所以我们就拥有同一个信仰 敬拜同一个主 接受同一个使命 接受同一个使命 释放同一个父神 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动功 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动功 所以我们就拥有同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就拥有同一个价值观 而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 就成为我们同一个根基 就成为我们合一的分析 而在这个根基上面 在这个分析上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避免准备 所以避免准备 请你不要再将你以前 所以请你不要再将你以前 不符合真理的事情 不符合真理的事情 想法 带到教会 而且在教会里面制作不同的纷争 甚至彼此的定罪 因为这个是破坏合一的因素 因为这是破坏合一的因素 也是破坏合一最大的因素 也是破坏合一最大的因素 首先 首先 合一并不等于同一 合一并不等于同一 在你所书《圣经三节》里面的文化 在你所书《圣经三节》里面的讲说 他说 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为一的心 就是说合一的心 其实是圣灵所赐的 就是说合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 而且已经赐给了信徒 我们需要的就是 揭力保守这个合一为一的心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 揭力保守这个合一为的心 这个不是说 我们创造一个表面上这样的情况 这不是说 我们在表面上 创造一个合一的状况 正是因为我们是出自同一个生命 正是因为我们是出于同一个圣灵 同一个天父 所以我们拥有着同一个圣灵 所以我们拥有着同样的生命 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我们是没有办法达至这个合乎神心这样的 我们是每当我们达到这个合乎神心意的合一 我想举一个例子 什么是合一而不是同的 什么是合一而不是同的呢 就比如我们的家里 在我们家里 有兄弟姐妹 有兄弟姐妹 如果家里的大哥 如果家里的大哥 需要所有的弟弟妹 需要他所有的弟弟妹 都要听从他的意思 都要听从他的意思 跟他的做法 去处理每一件事 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家里面会不会舒服呢 那你觉得这个家里面会不会舒服呢 每一个弟弟姐妹 或者家里面的人 会不会开心呢 每一个弟弟姐妹 或者每一个家里面 会不会开心呢 这个家里面会不会有机会发展下去呢 这个家里面会不会有机会 会继续发展下去呢 可能这家里面会根本无人 不愿意去顺服这个哥哥的做法 可能他在这些弟弟妹妹 根本就不愿意去顺服他这个哥哥的做法 但是又没有办法 但是又却又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 顺从又不是合一呢 那家的顺从又是不是可以呢 其实真正的合一 并不是要你和我 并不是要你和我 一起做同一件事 一起来做同一件事 合一 合一 不是要你和我有同一个天 不是要你和我有一个同样的意念 合一 合一 是我们在同一个圣灵下 是我们在同一个圣灵下 是透过圣灵的协助 我们可以互相回答 互相的配合 互相互相的发展 互相互相的发展 互相的发展 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到二十一节目的本节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目的说 在你们的前传语都有红灯 在你们的程序表里有他们彩 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我不但为正西人的人 也为那些他们的发信心得很清楚 使他们都透过每一 正如彼腹在我里面 我在地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教世人可以信念 在这里清楚怎么指出信号之间呢 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信号之间 不单止要彼此合一 不单要彼此的合一 更加要跟神有一个合一 更加要跟神有一个合一 这个就是属于生命的合一 这个就是属于生命的合一 在圣经中所有的合一 在圣经中所说的合一 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合一 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合一 是属于上的合一 是属于上的合一 而不是总值上的合一 而不是组织上的合一 在教会的事工里面 在教会的事工当中 需要不同的弟兄节目 需要不同的基睫 在不同的光位上面 在不同的感规上 业绽 协助 和推达 有些事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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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平淡的 是很鲜明的 譬如好像木油楼 在台上面的时候 好像所有一样 在台上的时候 但也都有些事工呢 也有一些事工呢 是在幕后的 是在幕后的 譬如这些洗手间 譬如说好像清洁洗手间 或者好像两小羊 他默默地去浇花 这些方面的工作 这些方面的工作 两者都是不需要的 两者都是不需要的 都有的重要性 我们分化 哪个高点 哪个低点 所以我会说 谁高一点 谁低一点 他们需要互相的配搭 来引起这个合一 来显现这个合一 但是如果出教会 看上一个总绩的话 但是如果把教会 探成一个组织的话 那不同的事工方位 在人的评价里面 在人的评价里面 无论是地位 或者重要性 或者是地位 或者是重要性 就会自然不同 所以我们要留心 在教会的事工 所以我们要留心 在教会里面的事工 是不是真正 我们似乎的对象 是对准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对象 是不是耶稣基督呢 是不是我们会 连于我们的头呢 我们是不是会 连于我们的头呢 我们的头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头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在 基督里面 留一个的合一 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 有一个合一 最后是护回肢体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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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圣灵要留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由于我们是同属于一个身体 由于我们是同属于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 跟基督一起合一 跟基督一起合一 在耶稣基督所书四章 四至六节 我用来到合1.7个条件 在领法上的四章 六至七节里面 有七个条件 他说生命只有一个 生命只有一个 生命只有一个 顺利只有一个 同有一个指望 一子 一主 一生 一世 一生 跟着我们就讲到博弱的恩赐 接着就讲各种的恩赐 我们基督已经将这些恩赐 也称给我们 讲基督已经将这些恩赐的赐给我们了 然后再次祝福基督赐下的恩赐 再次说基督赐下的恩赐 有使徒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先知 有全福音人 有传福音等 有教师 有教师 有牧师和教师 这里清楚地看出不同的工作方位 这里清楚地讲出了不同的工作的感慨 有不同的职责 有不同的职责 但他们没有互相同为之体 但是他们需要互相的护为之体 而且要联于我们的同受基督 合一 合一 可以 有共同的价值 有不同的价值 在共同的盼望的基础里面 在共同的盼望的基础上 我们每一个人 在基督里面凌受不同的恩赐 在基督里面受不同的恩赐 在一起一起被公圆在教会 在奉献来将教会 将教会一起建立 一起建立起来 其实可以 有一个能够的职责做法 还有一个更加基睬的做法 就是创造合一 就是创造合一 什么是创造合一呢 就是想办法的叫弟兄姊妹 就是想办法令弟兄姊妹 被装备 被装备起来 帮助弟兄姊妹 帮助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 找到她的职责和方位 在教会中找到她的职责和感位 令到教会的弟兄姊妹 可以 可以令到教会的弟兄姊妹 公圆自己 公圆自己 将神给她的恩赐 将神给她的恩赐 公圆出来 这样一方面 可以被免弟兄姊妹 可以避免弟兄姊妹 无所事事 在教会里面 制造很多的纷争 制造很多的纷争 其中人有很多的争端 也会引起很多的争端 甚至会造谣生事 甚至会造谣生事 或者对其他人之间的原因 作出批评 为了对其他人 指指点点做出批评 这样会导致教会的分裂 这样会导致教会的分裂 所以最好的合一 最好的合一 不单是牵着保守 不单是要节律保守的 而是创造合一 而且要创造合一 令到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积极起来 令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积极起来 在教会里面服侍 在教会里面服侍 弟兄姊妹 其实这些大道理呢 其实这些大道理 我们都听过无数次 但我们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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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你们是不是真的 在教会里面服侍 你们是不是真的 在教会里面服侍 你们是不是真的 希望教会里面服侍 你们是不是真的 希望教会可以可以呢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像这样 现在疫情这种状况 对我们大量的影响 对我们所大量的影响 无论经济上 无论是在经济上 或者人民的伤害 或者在人民的伤害 或者很多很多很多 无重的感觉 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 那种糊涂的感觉 而这个肺炎呢 这个肺炎 可能好像无处不在 又防止无处不在 但又无可避免 又无可避免 我们从来没有试过 好像现在那样 丹欧和恒慌 我从来都没有试过 现在这样的担忧和恒慌 或者从来没有感觉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觉 我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假如 我是说假如 今天 你影响这个肺炎 你感染上了这个肺炎 而即将要离回你的家 和你的家人的时候 即将离开你的家 和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如何呢 你会觉得我无非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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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已经进了我最大的力量 去对着你的家 和我的家人 因为我已经进了最大的努力 我对得起我的家 所以我可以无遗憾地跟他们来道别 所以我可以毫无遗憾地跟他们来道别 又或者 又或者 你带着很多的遗憾 你带着很多的遗憾 而且想着 而且想着 如果我有个机会可以重用 如果有个机会能够再来 如果我还有时间 如果我还有时间 我一定会无法为了家里的人 我一定会好好地为我家里 尽上我最大的力量 去建立我这个家 而且希望家里的人 而且希望家里的人 可以同心 也可以一起同行 而且可以同行 令到这个家 使这个家 达至一个合一的地步 达至一个合一的地步 但是我们在地上有两个家 因为我们在地上有两个家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家 一个就是神的家 一个就是神的家 就是教会 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后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你们永远选择回来神的家 而仍然选择回来神的家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们其实真的很爱这个家 代表你们真的是很爱这个家 对我们的家 我现在是第一天 你们一起來 我们想一下 你们在这个家的经理 我给大家订阅 我给大家订阅 时间来想一想 大天,有某棟的手段在地上 如果今天使人在这里,问你以下的问题 你会怎么打呢? 如果神问你,有没有说过或者做过 对这个家或者令这个家不合一的事情 又或者说,神问你,对神的家有没有一些亏欠? 又或者说,你是否真的从心底里面希望这个家是可以合一的? 你是否真的希望这个家里面的人有一个合一? 神再问你,你有没有尽力去保护这个家和家里的人? 你有没有尽力去保护这个家里面的人?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的爱神的家呢? 我再给大家一点安静的时间 我再给大家一点安静的时间 祈祷神在这一刻亲自的人去跟你说 祈祷神在这一刻亲自的家里面来说话 祈祷神在这一刻 今次面对于是爱 在波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那里面 在歌罗前书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讲说 他说 爱是恒久人浪 所以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侄浪, 所以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依存,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国, 不计算人的国,不抵护不严, 不喜欢福意,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凡是相随, 凡是相信,凡是抗旺,凡是人耐, 爱是名不知识。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台上面, 有很多的石头, 有很多的石头, 其实每一个石头都不一样, 其实每块石头都不一样, 大家看到这个石头, 会想到什么呢? 有什么作用? 虽然每块石头都不一样, 但是它们都有不同的作用, 但是它们都有不同的作用, 我们需要一些红磨礼, 我们还需要一些困领套, 将它凝结在一起, 将它们从我们都凝结在一起, 红磨礼呢? 那种困领套呢?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以圣扣在我们, 而石头就是我们, 圣灵将我们混在一起, 圣灵将我们混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建立神的家, 我们就可以建立神的家, 如果建房子的时候呢? 如果建房子的时候呢? 其实那些困领套会渗透在每一个石头的中间, 就是那些困领套会渗透到每一个石头的中间, 就好像圣灵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 就好像圣灵渗透在每一个人的中间, 将我们混合在一起, 将我们凝结在一起, 而我们所建造的这个困领套,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呢? 是要有包裹,接纳,接纳, 和方船, 等着这个石头, 必须在这块的石头, 就像这个环角石, 就像这个环角石, 主要出基督, 就是同块的环角石, 就是同一块的环角石, 现在我跟主耶稣经一个灵夫照的弟兄姐妹, 由哪一个弟兄姐妹, 愿意帮助生命的感动, 愿意帮助生命的感动, 来建立我们神这个国家, 而且愿意在神和人面前, 而且愿意在神和人面前, 拿起这块石头, 并承诺和愿意安住生命的感动, 尽力会建立教会, 尽力会建立教会, 尽力会令弟兄姐妹, 跟你一起同心, 而且同行, 尽力的是弟兄姐妹, 和你同心, 而且同心, 令教会可以达至合一的地步, 令教会可以达至合一的地步, 我请教你接下来你的头, 我请弟兄姐妹, 低下你的头, 我把你的眼睛, 合上我的眼睛, 神啊,今天是你命定的日子, 神啊,今天是你命定的日子, 也都是你间选的日子, 也是你拣选的日子, 也是你动工的日子, 也是你动工的日子, 弟兄姐妹, 他们可以处理你, 他们是爱着我们的, 是爱着基督的日子, 也都是我神的日子, 也爱着你的家, 我现在要播一首歌, 现在将要播一首歌, 大家可以增加你的眼睛, 大家可以增加你的眼睛, 可以来听这首歌, 如果你在当中有感动的话, 请你出来拿去一首歌, 请你出来拿起这个时候, 在神和人面前, 在神与人面前, 圣诺, 你愿意, 和你的肢体, 一起, 建立神的家, 建立神的家,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特别我呼吁来人, 特别我呼吁弟兄, 因为你是一家之庭, 因为你们是一家之庭, 你的家里的头, 家里的头, 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还有一个是姐妹, 还有一个是姐妹, 姐妹的祷告, 姐妹的祷告, 姐妹的服事, 也都会影响整个教会, 也都会影响整个教会, 我求神在你的心里面, 每一个人说话, 我求神在你们每个人心里面说话, 教会不能单单之用弥者就可以见你, 教会不是单单之用弥者就可以见你, 也都不是单单看周事就可以同时合用, 也不是单单看周事就能够达成回应, 神的教需要你们, 神的教需要你们, 我们一路播播的时候, 如果你有感动的, 请你出来拿去表白色, 我们在一边听歌的时候, 如果你有感动的, 就请你起来, 拿起一块石头, 。 ENQAN ENQxt 是人的神经 独立起来 是人的神经 独立起来 是人的神经 独立起来 如果在一个政府当中 你先去决定要去决定 如果地区别有感觉 请你们出来拿这个时候 然后就先用钱 你找一个好努力 如果你拿了之后 我请你站在哪里前呢 感謝主 感謝主 感謝神 感謝主 感謝主 我請第二天都出來吧 我請今天送你出來吧 送你康復神的家 神一定會康復你的家 當你康復我的家 所以你康復你的家 這個家需要大家 這個家需要大家 感謝主 感謝主 感謝神 感謝主 感謝神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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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人願意一齊的 在十五天前去拿這個藥 以石為敬 去建立這個家 這個神的家 你們的家 我最後再呼召一次 請你們不要滲滅聖靈在你們心裡的感動 這個是神明定的日子 神去領這個家 重新人的男人 雖然你們不要滲滅的倉怨 千萬不要消滅聖靈不開 千萬不要消滅聖靈不開 如果你願意 和第一次同心合憑的一齊重新建立這個家 將過去的恩恩恩怨 我們一齊擺在一起 如果你願意的 請你站到台前 拿起你的石頭 以石為基 顧息 我請頂指描 對著你們的手 nuevos石頭 我們要提出一個提供 趁我聽神明的話 親愛的天朝的爸爸 親愛的主人說 你看見了 你動工了 神我們看見教會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人願意在神 在人面前避熱 建作這個教會 靠著心靈來動工 來把我們的榮和解 神我們感謝 也祝福每一個拿起席頭的弟兄和姐妹 讓他們從今天開始 他的生意不一樣 因為他們願意看顧神人家 神必定看顧他們的家 我在這裡祝福每一個拿起席頭的弟兄姐妹 願平安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你們的家庭 直到千代萬代 我們將不配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達聖的聖 阿們 謝謝大家 請你們把席頭 帶給我 我以為帶回家了 我以前的朋友 我們去拍這個席頭 波子 回去拍這個席頭 放開一個席頭 我們可以先拍這個席頭 好嗎 宣傳著 對 tulee 再过来一次 要想抛一下 这个我在这里 要想看到吗 好我们的 举起我们的洗衩了 可以了嗎 好 謝謝 我們會把這些石頭蓋兩個石頭 我們會把基督擺兩個星巾 在網上的帶領支援 在網上的地方準備 如果你同樣願意 如果你同樣願意 一起去建立神的家 一起來建立神的家 我們兩個星期後 我們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會把這些銅鑼禮 我們用這些銅鑼禮 連這些石頭 把這些石頭 以垃圾為基這樣做一個 以歷史為基這樣做一個 這個 痰 做一個 這樣黏在一起 就好像 聖靈的時候的那種記號 把他們放在一起 我們會把它放在台上 等著我們感謝神 我們感謝你們 也感謝你們 也感謝你們 也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 很久不見了 很久不見了